新闻开始带你来关心中国H7N9禽流感的消息 今天广东与湖南又传出确诊病例 目前H7N9在中国已经扩大到348例 而且夺走了77条人命 台湾的疾管署已经把包括了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上海、北京等8省二市 列为第二级疫情旅游警示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表示 目前H7N9流感主要是从禽类传给人类 不过可能存在有限的非持续性的人传人情形